欢迎收看12月16日的《试说新闻》,我是主播竹明子。 原本拥有光明未来的南加州28岁华女查理,因为罹患罕见病,目前处于崩溃的边缘, 她数次想通过自杀或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。 更糟糕的是,她在洛杉矶举目无亲,求医过程中还有许多荒唐又无奈的经历。 今天的《试说新闻》,我们走近这个不幸的女孩,倾听她独自坚强求生的故事。 查理目前在南加州的家中,每天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,一天要输12至16个小时。 她的胃丧失了消化功能,几乎瘫痪,只能喝少量的水。 医生说,如果不靠营养液供给,她最多只能活一个礼拜。 之前我的医生讲,就Stanford和Mayo Clinic,他们都讲过说,这是他们见过one of the most severe cases。 每天就是至少要昏过去三次。 有的时候我会wake up on my own,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放,就是发现我就是unconscious。 这种基因引起的罕见病,目前没有可治愈的方法,只能对其症状进行治疗。 意味是罕见病,在医疗技术发达的美国,都没有几个精通这种疾病的专家,治疗非常困难。 真的有想过,因为在欧里根就是说,有很多end of life这种choice是合法的,但是在加州我却不是。 我有想过这种,但是就觉得,你说我放弃吗? 我刚28岁,所以说我人生还没有开始,然后就是,我就觉得如果我pass away的话,就是,我父母怎么办? 这真的是中国人的思想,因为我就觉得,这样就对我父母也很不公平,他们就是养我这么多年。 在病倒之前,Charlie的生活一切都是光明的,他是一名妥妥的学霸,本科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,被一所法学院以全额奖学金录取。 他热爱生活,热衷运动,曾是一名专业的举重运动员。 他还去过英国留学,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多岁以来,最快乐的时光。 美好的记忆还历历在目,这名所有人眼中的优秀女孩,却在病重后几乎失去了一切。 这一切的噩梦始于2020年,通常没有午睡习惯的Charlie,有一天突然一睡就是五个小时。 醒来后,发现佩戴在手上的苹果手表发出警告, 他的心率在一段时间曾下降到非常危险的三十以下,建议他立即就医。 Charlie致电家庭科医师,对方得知他心率一度降到三十以下后,立即为他叫了救护车。 Charlie回忆,与医师通完电话后,他陷入昏迷,救护车赶到他住处时,他也是失去意识的状态。 Charlie表示,他那时候在俄勒冈州读书,当地的医疗水准比不上南加州。 送到医院急诊室后,医生查不出他到底是患什么病,称他是嗑药过度导致的昏迷。 这让连大麻都没有碰过的Charlie感到非常气愤。 他试图跟医师解释,但对方仍保持怀疑态度。 好在经过多次检查,最终查明他罹患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艾勒斯·当洛斯综合症。 为了追求深的希望,Charlie离开俄勒冈,前往医疗条件更好的洛杉矶。 在UCLA医院接受治疗,但因为其疾病太过罕见,又被建议转到希德塞纳医院。 然而,由于该罕见病的特殊性,许多医院并不接受网络外的保险。 他有时看病只能自掏腰包,以至目前陷入债台高筑的状况。 查理说,每次在收到账单的时候都很害怕,因为自己的医疗费用动辄都是几万甚至十几万。 以自己现在每天都必须输的营养液为例,每袋就要1200元,如果住院的话,一天需要4000元。 查理补充,如果需要去进行实验性医疗治疗的话,一剂球蛋白注射就需要1万元。 以他的情况来说,需要打14个疗程。 自己也想过卖车治病,但是即使卖了车,也不够自己一个疗程的费用。 查理说,洛杉矶的租房成本非常高,索性遇到了好心的房东,以十分优惠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了他。 就在接受试说新闻团队采访的前一晚,查理因为实在没有钱再去负担医疗费用, 冒着极高的被感染的风险,出院回到了出租屋中。 除了病魔对身体的折磨,查理还在精神上感到孤独。 他的父母都远在中国,在美国也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可以依靠, 所有一切困难都需要独自面对。 查理说,经常在医院治疗过后,因为打麻药等关系,医院要求有人接送才能出院。 可是他找不到能帮助他的人,只好欺骗医院,说朋友在医院外等他, 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打Uber回家。 查理得的艾勒斯·当洛斯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病,多来自于基因遗传。 而经过医生诊断,查理的这个类型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之一,可能会影响心脏。 查理说,自己患病其实都有迹可循。 在自己的家族中,外公外婆都是因为突发的心脏猝死突然去世。 虽然爸妈没有什么病症,但是在自己之前,爸妈曾有过一个孩子, 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,自己以前还有个弟弟,也是没几岁就去世。 查理说,现在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就是自己的父母, 如果自己不在了,他很担心父母承受不了。 你永远无法知道意外与明天,哪一个会先来? 珍惜当下显得弥足珍贵。 诗说新闻团队,祝福查理能早日重获健康。 以上就是今天诗说新闻的全部内容,感谢您的收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